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亚太型已经算是基本接近尾声 本来在南海行动和英美热奥联合演习后 伊丽莎白女王号接下来的活动主要以港口访问为主 算是和平交流 其中一个重要的计划就是访问韩国复战港口 为此英国提前和韩国进行了会晤计划 韩国也拿出了一套热烈欢迎的活动 大意上就是感谢英国曾经参与保卫韩国的战斗 但如今计划有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根据海媒报道 该舰之前在海上爆发过严重的疫情 共有百余名船员确诊 虽然全舰3700名水手在出航前就已经接种疫苗 但依然在海上大面积感染 可见其防疫之松险 而此次此刻韩国也正在发生第四波疫情 两面假计之下 英国和韩国讨论后 还是拒绝英国航母访问釜山 英国航母计划在演习结束后 直奔日本神奈川县的 横须和美国海军基地 同行的第21航母打击群编队 是一支多国混合编队 除了英国航母外 还包括四五行驱逐舰 钻石号和防卫者号 二三行护卫舰 李契蒙号和肯特号 油料补给船 沃兹补给船 维多利亚宝号 攻击型核潜艇 机警号 美国海军苏利文兄弟号 宙斯顿驱逐舰 荷兰皇家海军 埃福森号护卫舰 不过再之后 由于动力系统 出现故障 再次掉队 不愧四五行驱逐舰的 拉快之名 但英国航母 依然准备按计划 和韩国海军进行军演 24日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率领的第21航母打击群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 进行了联合演习 海上自卫队的 伊士号指撑航母 朝日号护卫舰 美国海军的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核心二两号 两栖船屋登陆舰 都参加了演习 此次演习行动很明显 旨在针对 第一岛链的海空作战 登陆作战行动 目标隐隐指向 亚太母大国 虽然这里一直是 美日两国的主舞台 但显然 英国想要展示 自己的存在感 海军是英国 唯一能指望在 东亚展示力量的部队 此次东亚行的目的 就在于锻炼自己的部队 执行此任务的能力 不过由于此次远航 万里迢迢 英国各艘舰艇的状态 都不是很好 已经有一艘吊队 因此接下来的活动 就是去日本横须河维修 毕竟整个东亚 只有日本横须河港 才能够提供维修航母的能力 其实不光是英国 包括澳大利亚 法国 德国 加拿大等 被美国挥有来南海 进行所谓自由航行的国家 大多数都路途遥远 最终只能依靠 日本进行船舰的保养 和后勤补给 美国一直想将韩国 也拉入这个行列 毕竟韩国也拥有 不错的港口 但韩国不想和我们 陷入对抗状态 毕竟自己的威胁来自北方 美国谋划的七国联军 只是自己的美好梦想 只会遭到和几十年前 在韩国的联合国军一样的结局 当前国际局势不容乐观 尤其是中亚地区 美国撤军引发的 一系列连锁反应 至今仍然还在发酵 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举行了针对阿富汗问题 举行特别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中西方再次产生了分歧 据报道说 在这场会议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巴切莱特和多个西方国家 全都重联指责 塔利班侵犯人权 巴莱特表示 自己收到了 关于阿塔侵犯人权的报告 敦促成立一个机制监督其行为 同时奥地利代表 菲斯尔伯格大使代表欧盟表态 他们试图发起一项国际调查 其实西方国家 着重批评阿塔 是在转移矛盾 以便为自己推脱责任罢了 只有中国抓到主要矛盾 代表陈旭表示 美国等国家打着民主人权气候 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 并强行输出自身模式和价值观 然而事实再次证明 美国用强权和军事手段解决 只会给地区民众带来混乱 动荡杀戮贫穷和痛苦 美国等国家才是如今这一混乱局势的源头 然而肇事者却想直接扔下烂摊子 一走了之 陈旭代表强调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军队 在阿富汗侵犯人权的问题 必须被追究 现在轮到中国主动出击 用人权戳西方的肺管子了 然而西方国家不仅没有一定点反思 甚至七国集团还考虑制裁 西方国家一直忙着撤人 一边七国集团还准备对阿塔实施新的制裁 无论是入侵还是裁军 他们本就给周边邻国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现在还恬不知耻 要求邻国接触阿富汗难民 凭什么他们造的孽让邻国承担 事实也证明 他们来得容易 但想走可没那么容易 两起爆炸声再次搅论了局势 再次给地区局势安全蒙上阴影 事实上西方常年利用人权当工具 对第三世界发展国家发难 他们更是深受其害 他们利用歪曲捏造事实 向他国破脏水 然后顺利成章发起制裁 然而他们自身人权罪行却略起斑斑 哪来的资格当人权叫事业 而我们的反击不能只说说 还需要推动国际组织 成立阿富汗战争罪行调查组 揭露西方联军反人类罪行 要逐步地把国际话语权抢过来 反对霸权秩序 这才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态度 而热爱和平 维护正义的各国 有应对这些国家所犯的战争罪行 反人类罪行 予以谴责和追究 阿富汗政府的垮台 以及塔利班的掌权 一度让美国悲伤 抛弃盟友的骂名 也打了及其国家一个措手不及 随着8月31日的最终撤离期限 及其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担忧 能否如期撤离所有在阿富汗的盟友和同胞 在此背景下 近日七七峰会上 包括英国 法国和德国在内的七七国家 正在向美国施压 要求该国能够延长在阿富汗的最终撤离时间 然而面对这些国家的呼吁 拜登当场宣布不会延期撤离 要知道一旦美军全部撤离阿富汗 那么也就意味着塔利班和武装分子 将能够防飞自我 届时谁也不知道 他们将制造什么样的混乱 可现在拜登不仅拒绝了延期撤离的请求 还有一项塔利班妥协 英法德等国自然感到不快 值得一提 当前塔利班的态度非常明确 就是不允许美国延期撤离 这样一来 美国等同于顺了塔利班的愿 作为一个全球霸主 如此轻易向中东国家妥协 无论是美国民众还是西方盟友都觉得没面子 现在拜登不顾约翰逊 马克龙以及默克尔反对 坚持在8月31日完成撤离行动 让英法德等国倍感失望 美国的态度和阿富汗的举动向欧盟发出了警告 在军事领域 欧盟不能再过分依赖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表示 欧洲独立自主发展的行动方向需要重新探讨了 不仅是欧盟 德国与法国也打算自立门户 早在美国制裁北架二时 两国就达成了打造欧盟联军的协议 尽管随着拜登的上台 一度延迟了该协议的实施 但现在随着美国的一举一动 西方显然要变天了 无论是难民危机 还是美国抛弃盟友的所作所为 又或者是之前对多国的制裁 都在告诉法德 靠谁不如靠自己 美国已经靠不住了 这句话估计是当前西方所有国家都想说的话 所谓多行不义壁子壁 出来混迟早是要混 八权主义最终是不得人心的 现在就连一向欺美的英国都忍不了了 据悉英国媒体开始捧红拜登 讽刺了其对塔利班军工的表现 以及在机器峰会上拒绝延迟撤军 再一次抛弃盟友的行为 同时英国媒体警告英方现在需要警惕白宫 以防再次当了美国利益危险的电脚师 随后该国媒体提到了中国 认为是时候求助中俄了 西方也该与中俄修补外交关系了 显然英国人已经着急了 面对当前的局势 开始紧急喊话中俄合作 只不过中俄会帮忙 这显然是个未知数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才会想起中俄的好 最近这段时间 印太地区积极了多国建计 局势一触即发 26号 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成员 美日营澳展开了马拉巴尔21军演 但有些细节很有意思 美国不敢高调 日本却肆意撒野 首先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 大篇幅放了一张全家符 位于中心位的是日本的直升机航母 其次从阵容上来看 美国宣布第一阶段 目前只有一艘巴里号驱逐舰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 出动了加号号直升机母舰 村域号驱逐舰 和不知火驱逐舰 还有四艘舰载直升机 自美军从中东开始撤离以后 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印太地区 于是日本开始越窜越高 又是登岛立碑 又要和台当局二加二会谈 不计后果的肆意挑衅中国底线 就连美国都不敢做出如此明确的表态 在前不久 拜登曾在采访中表态 美国一向信守承诺 美国会在盟友受到入侵时 做出反应 对日本 韩国和台湾地区也一样 这和阿富汗情况不一样 随后白宫火速出面降温 称美国立场没有变 拜登说错话了 多点就有多高调分析称 在美国主导的西方 开始减少干涉中东事务以后 日本认为上位的机会来了 前不久 日本外向茂木敏冲 尽量访问中东几个重要国家 在出境前 他就叫销千日中国 并且公开拉拢以色列插手印太事务 只不过在茂木敏冲走后 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耶路撒冷邮报 就会看文驳斥有关涉华错误言论 澄清事实 并抨击以色列在中美博弈中站错了边 相信能做出正确选择 日本这次中东之行 基本上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在这之前 日方还接连和中国周边国家通话 朝作威胁论 拉拢小圈子 但是阴谋都没有得逞 事实上 日本几乎和所有邻国关系都不好 将自己卷入地缘冲突中心 却还不知道收敛 甚至同时挑衅中俄 但这几日 还是被解放军打回原形 近日 解放军同时出动7艘军舰 同时现实日本南北两大海峡 这是相当罕见的动作 这次出动的阵容 甚至能抵得上大部分国家海军实力的总和 其震慑程度不言而喻 而这也释放出一个信号 在绝对实力面前 任何阴谋轨迹都是徒劳的